而司法焦点再来看到的是 台北地院今天再度的开省新竹市长高宏安涉探案 简便双方上周结问了关键证人小兔 前行政主任黄慧文金句联发 都是对高宏安不利的证词 而今天法庭上的攻防看点 连线记者赵逸杰带我们来掌握逸杰 好 大家好 观众 新竹市长高宏安他今天的涉探案是第五次来开庭 那么你看到高宏安他今天呢 一改他之前都穿套装来开庭 他这次呢特地穿上一身的洋装 甚至连头发都绑起来 根据了解呢今天下午的时候 高宏安的男友李中庭也会以前助理 证人的身份一起来开庭 那么今天法庭上开庭重点在哪里呢 今天主要就是检察官在结问 这个高宏安的办公室主任陈幻宇 因为陈幻宇他的证词透露呢 过去高宏安在整个涉探案当时一爆发的时候 高宏安找陈幻宇 还有另外一个前助理黄灵慧一起到新竹的高铁站 甚至把他们两个人带到新竹一处民宅 当时高宏安就跟陈幻宇说了 林佣金的事情不用担心 他们会帮忙请律师 甚至呢希望高宏安转达这个前助理小兔 希望小兔呢能够把赖的对话都删除 甚至呢能够把手机还有笔电里面的记录通通销毁 所以这样子听起来呢 这就是对高宏安不利的证词 因此高宏安律师正在进行反结问的时候 他们特别问了陈幻宇说林佣金的制度到底是谁设计的 是高宏安亲自设计的吗 还是小兔设计的 陈幻宇表示呢他并不清楚 所以从上述的这个法庭工房上可以来听到呢 事实上这个高宏安的律师团就是希望呢 能够把林佣金制度撇清撇干净 把它推给小兔 但是小兔这一方面呢 他上礼拜都已经做完了这个交叉结问的部分 他当时也是经聚联发 那么今天下午呢 还有三名证人还没结婚 究竟三名证人的证词会怎么样影响到高宏安呢 还要继续为您在法庭上持续关注 以上想掌握到最新状况 再把镜头交返棚内